记者洪瑞秦台南报道,因英政府组织改造,外传台南市民政局长陈宗燕将于一分之六接任内政部次长,不过,他本人低调为多做回应,上代内政部正式发布人事命令。 据了解,原内政部内政部常务次长邱昌悦,出任总统福建任十四职等的第二局局长已职后,内政部玄缺一席次长,但中央配合未来族改,将由现行长次养人,正次一人,调整为正次养人,长次一人。 台南经验的台南市民政局长陈宗燕就被看好北上台南市议员出身的陈宗燕,是赖清德从政竞权以来重要团队班底,赖系大江之一,赖清德接长行政员后,就一直是外界热点人选,陈宗燕推动区里编组实施,加上之前推动妙语优质化政策,率先全国鼓励妙语减炮措施,挺住压力。 对的事情坚实,陈宗燕曾任大理事公所基要秘书,大理事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台湾省政府主席是参议兼发言人,花莲县政府发言人,台南市民主进步党中央评议委员等。